今天我教大家简单的炒青菜 首先呢 我们要把那个蒜头呢 先给它把鱼都拌掉 啊 这个鱼都拌掉 我用这个鱼都拌匀 然后面子和鱼都拌掉 这是我用这个鱼都拌了 这些鱼都拌了 鱼都拌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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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 再一次 在锅子里面加一点油 放进去爆香 爆香的时候我们就来切青菜 青菜我们不要切太糖 它这么软就可以了 然后呢上头已经到有一点香气了 好 我们就把芡菜放进去 好 我们就把芡菜放进去 然后呢 我们就拌一拌 然后呢 我们就用芡菜来嚼 好 味 大概就这么多就好了 大概就去半茶匙就不用了 这个三分之一杯的水就好了 不要太多 然后用锅盖盖盖起来 稍微盖子盖起来 稍微给它焖煮一下 有了 看那個勾蓋的邊邊如果有煙冒出來的時候 就可以看到那個青菜大概是熟成的 現在已經滾了然後再拌一拌 這美味家常的青菜就已經好囉 如果你要再加調味料也可以 但是我覺得是吃這個原型食物最重要的 我們要去看一些水平的水平 我們要先去看一看 現在我們要去看一看 有很多的看法 我去看一看 我們是去看一看 我們是在這裡的雨 會不會有czes 我們要去看一看 我們要去看一看 简单快速的蔬菜 好咯 谢谢大家